5大超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翠翠金飄 跟大家分享的是 5大超商好吃的食物 這些結果是從我之前的IG投票 會整而來最多人跟我推薦的 前五大食物 首先來公布第五名吧 這個第五名發 是我最難買到的東西 我跑了三家7才買到 它就是富航豆漿的經典飯糰 這個東西其實我完全沒有吃過耶 圖片是比較清淡有肉鬆蛋跟菜脯的感覺 就是我平常不會主動想要吃的東西 好 直接來吃吃看它是什麼味道 喔 它打開的時候這個味道聞起來 就很像早餐店會有的飯糰味 它裡面夾的就是蒸蛋然後肉鬆跟菜脯 我覺得我第一口咬到白分比較多 我要咬第二口看看 它給我的感覺是它的飯非常好吃 出貨的意料我覺得微波出來的飯大概可能乾乾的 然後沒有彈性這樣 可是它這個飯很紮實咬起來 非常的有口感 然後裡面的料就是很正常的一般早餐店會有的飯糰的料 但是我覺得以微波做到這樣而言 算是及格 欸 及格會不會給太低分 這個東西沒有到經驗到我 沒有到非常非常好吃 但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產品 大家早餐有機會可以吃吃看 有吃過的人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接著就進入第四名啦 第四名就是 辣味雞球 但是不得不說啊 你們推薦我辣味雞球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個是冷凍的辣味雞球 跟冷藏的辣味雞球 大家應該都是推冷藏的啦 畢竟這個放在架上大家比較多看到 可是我去冷凍也有發現一模一樣名字 而且都是預料小罐出的 直接幫你們實測冷藏跟冷凍的差在哪裡 我先試試看冷藏的 唉唷 直接噴水 天啊 冷藏的它就長的 是這個樣子 就很像一般炸雞店的 炸雞上面有黑黑一點點 應該是胡椒粉 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個冷藏的辣味雞球啊 它整個調味跟口感 我覺得都非常平衡 但是它的皮就是有一點軟軟的 就沒有一般炸雞炸出來會有脆脆的口感 它的肉非常的酸 吃起來有微微的辣 我覺得那個比例剛剛好 接著趕快來試試看冷凍的辣味雞球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差別 這個冷凍的辣味雞球 上面就沒有剛剛那個像黑胡椒的東西 我看一下這兩包的份量 這兩包的份量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這包它外面的皮炸的比較沒有 像剛剛那個那棚 好 直接開吃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啊 略遜冷藏的一籌 它比較沒有像冷藏的這麼的軟 但還是算好吃的 但是我發現一點喔 這個冷凍它的保存期間有一年 可是這個冷藏的保存期間 好像只有三到五天 所以我覺得以口感而言它贏 然後以新鮮程度而言 冷藏的這個也贏 所以幫大家實測完了 以後去Seven 記得買這個冷藏的辣味雞球 接著就要進入第三名啦 第三名我個人也非常喜歡吃 它就是起司三重咒 起司三重咒我真的是吃非常多次 而且這個東西啊 有一點絕對要加熱 如果你沒有加熱的話 你就直接不要吃了 沒有加熱的起司真的是很難吃 長的這樣子 看起來有點爛爛的 看起來就真的爛爛的 我也沒辦法 咬一口 這個三明治啊 它中間是夾了三層不同的起司 然後每片的麵包中間 好像有塗番茄醬 所以你吃起來的口感就是軟軟的吐司 加上非常滑順奶油口味的起司 跟讓你吃起來不會這麼膩的番茄醬 這個只要是喜歡吃起司的人 基本上都會喜歡吃的起司三重咒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三名囉 接下來進入第二名啦 第二名我的天啊 它真的是出乎我意料 第二名就是我們的泰式綠咖哩 老實講這個東西擺在架上 我完全不會想要吃它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這樣綠綠爛爛的 它很像嘔吐物 欸喜歡它的不要太難過 我純粹是在形容它的外觀 它上面有寫說它是添加椰香跟辛香料開胃 好像很少吃咖哩飯裡面是有加椰香的 它的味道 是有點像咖哩飯沒有錯 可是還是有一種香料味 啊廢話因為它的原料就有辛香料 不會形容欸 呵 這個咖哩飯啊 我跑那家Seven的時候 是那家店的最後一碗 好險被我拿到了 直接到架 好啦來試試看這杯子還沒有吃過的綠咖哩 裝一口肉跟它裡面的豆子 還有飯 我覺得很好吃欸 而且它的辛香料還有微微辣的味道 不會讓人家吃起來非常膩 這個醬料直接給90分 這醬料超級下飯 我們傳統在Seven會吃的 弗蒙特咖哩 它是屬於比較甜味的 可能你吃太多的話會有點膩 但是這個真的就是比較不會膩 而且它有淡淡的椰香 打破了我平常對咖哩的想法 它這個醬的味道單吃還蠻重的 可是搭飯 飯整個把它平衡掉了 它比較沖的味道 都喝在一起真的是超級完美 好啦 那它就是我們今天第二名的綠咖哩飯 先請你休息 我等一下再吃你 接著就來到第一名啦 第一名基本上是每10個人 就會至少一個跟我推薦 那個記憶點超高 所以我直接記得它 那第一名就是我們的 韓式風味炸雞 這個跟第四名的辣味雞球一樣 就是我有發現它有一個冷藏款 跟一個冷凍款 今天呢直接幫你們試吃冷藏 還冷凍比較好吃 先吃這個冷藏款的 我打開它裡面的樣子 差不多就像是這樣 欸我直接夾出來給你們看 它是一個看起來很像糖醋排骨 皮是有點濕濕軟軟的 上面有一些白色芝麻 直接吃吃看 我覺得這個感覺啊 真的還蠻像糖醋排骨的耶 它咬下去就是軟軟的 然後因為它沒有辣味 所以味道非常的平和 但是呢 我是覺得它的肉偏有一點柴 我買的是7分 加上它沒有辣味 所以 我光是吃第一塊 我就覺得 如果連續吃五塊的話 我應該會膩 欸可是喜歡的人不要罵我 這是我的個人想法 接著就來試試看 冷凍款的韓式風味炸雞 這個是冷凍款的韓式風味炸雞 直接掉下去炸雞自殺了 這個外表看起來跟冷藏的差不多 直接吃吃看 我覺得冷凍吃起來的感覺 跟冷藏的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冷凍吃起來它的皮比較沒有像冷藏的這麼濕 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大家最推的應該還是冷藏的這個吧 畢竟你們在架上最常看到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要給我選的話 我反而會選那個辣味雞球 可能是我自己非常喜歡吃辣吧 我覺得只要有辣的東西 我就不會膩就可以一直吃下去 還是有吃韓式辣味雞球的達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說 你們覺得要加什麼配料或是怎麼吃 可以讓它變得更好吃 欸我發現一件事啊 他們兩個跟韓式辣味雞球一樣 冷藏的保存期我看只有三天 可是這個冷凍的保存期 它是在2022年的6月 一樣有差不多一年 但我覺得以新鮮度而言 我還是會推薦這個冷藏的喔 那今天的超商五大好吃食物排名 就分享給大家囉 你們還有覺得哪一個食物 在自己心目中覺得哇超好吃 但是今天很可惜沒有上榜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快點 每天吃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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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